第14题下列关于天平操作的叙述何者错误 A拿砝码要用砝码夹夹取 这个是对的 我们要用砝码夹来拿砝码 不可以用手去拿 B砝码应放在称盘的正中央测量才会准确 这个是对的 我们砝码要放在称盘的中间 而且重的比较重的要放在中间 那比较轻的放在旁边 B是对的 C衬量固体化学药品时 必须先归零再放称量子在站盘上 然后放化学药品 放完称量子再放回化学药品是对的 但是归零的时候 是要连称量子一起归零 所以是先放称量子 然后归零 再来放化学药品 选项C呢是错的 选项株 不需等到天平指针禁止于正中央 只要左右摆动幅度相等即可 这也是对的 上米天平要禁止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只要左右摆动的幅度一样 我们就视为已经归零 因此 第14题问 下列关于天平操作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称量固体化学药品时 必须先归零再放称量子在称盘上 然后放化学药品 调整与子沿路 如果更咨词 下列关于实在市场上 感谢观看